这四个行业呢 其实有一个行业是一直长盛不说爱的 就是吃 吃这个行业就是嘴巴边的 比如我们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啊 饮料类的 食品类的 甚至那是那种属于那种医药类的 都是我们嘴巴边相关的企业呢 反而呢就是更稳健一些 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 这么大的一个消费数量呢 因为吃是每个人都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中国有很多那个饮料类的 酒类的 这种企业呢 它走的一直是非常稳健的 那么像住和行呢 因为过去房地产行业 已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其实它的高速升浪期 其实也到了一个比较 趋缓的一个地步 它好像不像吃这么能够反复性 就是能够重复的消费性 更明显更强烈 所以你看中国的很多的上市公司 比如像贵州茅台 像东欧娇 像云南白药 这些都是有嘴巴相关的 你看我们中国过去一年 白酒股长得非常好 就是因为它有我们的嘴巴相关 所以呢就是 我想这个可能在世界上 可能其他国家 比如像我们可口可乐 这么伟大的企业 它其实也是有嘴巴相关的 所以一时住行 这个四个行业当中呢 如果找一个更容易确定的 或者风险更小的 是与吃有关的 可能更容易 我可以不想再问你 就应该是